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花蓮子肌院泌尿科嘉宜宏醫師 今天跟大家分享這個題目就是夜尿與健康 那大概其實很多來到泌尿科診間的一個病患朋友 都會有這個夜間起來上廁所的一個現象 那事實上這夜尿這個情形跟我們的健康是息息相關 那我們看到事實上你夜尿第一個會對我們的生活的衝擊 就是你的這個睡眠品質已經會被打擾 你會因為這樣子而中斷你的睡眠 然後整體你的睡眠的一個時間就會減少 甚至後續產生失眠的情形 那你晚上睡得不好 那麼你白天你的工作 甚至年紀比較輕的舊學的學生表現就比較長 那長期這樣下來當然多多少少心情壓力都很大 甚至有些人認為這樣子的失眠跟後續的憂慮也有一些相關性 那更重要事實上是一些年老的老人家們 晚上起來上廁所的時候 那麼你的跌倒 晚上起來起身上廁所的時候 你的這個跌倒的風險就增加 那一旦老人族群跌倒的風險增加 那麼後續的這個產生 就可能會產生很嚴重的一個骨折的一個風險 那甚至後續需要住院 甚至都會有生命健康的一個危害 所以晚上起來上廁所這件事情 夜尿 乍聽之下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那長期一下對我們的一個健康都會造成相當大的一個危害 跟負面的一個迫速 那什麼叫做夜尿呢 其實當然它有一個很嚴謹的一個抑鬱上的定義 就是說從入眠開始一直到你 一如起床為止的一個主要睡眠階段 所需要排尿次數 江湯饒舌 不過它其實簡單來說就是 你中斷睡眠所需要起來排尿的次數 也就是說它必須要中斷睡眠 才算是有意義的夜尿 那原則上來說 可以允許你進行一次的夜尿 也就是說你睡眠可以被中斷一次 那這樣還都不算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的睡眠被 因為你夜間排尿中斷兩次以上 這樣就算不正常 這樣就算是有問題的一個夜尿 那很多人會說那我早上起來 上廁所那一泡尿到底算不算 如果你早上起床那一泡尿 排完之後你就不會再回去上廁所 回去補眠了 那麼你的這個排尿就不算是中斷你的睡眠 所以如果這種情況下你的沈尿 就不算是你的排尿次數 所以醫生問你說晚上起來 上廁所幾次的時候 那麼事實上就不應該把早上這一次算進去 應該算是你中斷夜眠的 中斷睡眠的次數才算是真的夜尿次數 那麼一次是可以允許的 然後第二次以上就算是過多了 那當然它會有什麼樣子的原因 當然夜尿的原因有很多 第一個就是你你習慣多喝水 水分都很多 白天晚上尿液都很多 那像這樣子你自然晚上起來 上廁所的次數就比較多 那造成你全天候的尿液症多的情形 第一個就是你習慣 你的喝水習慣的問題 第二個你潛在你可能有糖尿病的問題 因為我們講糖尿病嘛 吃多喝多尿多 所以很有可能是因為糖尿病的關係 那也有可能因為這樣 你應該早點去檢查 去診斷你的一個糖尿病的一個風險 那第三個有些尿風症的情形 另外一個情形就是夜間多尿症 夜間多尿症就是白天尿沒有多 就是晚上尿量多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就是大部分都是因為 年紀老化造成我們這個身體 有一個叫做抗力尿激素的分泌不足 這常常是老人家老化的現象 造成抗力尿激素不足 沒有辦法將你晚上的尿液濃縮 所以自然晚上尿量就變多 年輕的時候可以 年紀大的時候就不行 那還有另外的原因是 比如說晚上喝水就是比較多 或是有說晚上喜歡喝咖啡 喜歡喝茶 這些利尿的一些飲品的時候 那自然你夜間之路就變多 或者是更嚴重 你可能事實上 你是因為其他問題 你可能是肺部疾病 或是睡眠呼吸中止症 或是心臟的疾病 心衰竭 甚至糖尿病 然後腎臟病 然後腎臟病這些等等 造成了我們的夜間多尿症 那如果是這種情形的話 你就是應該要去跟內科醫師 或者耳鼻尾科醫師 密切配合去治療 你的潛在的這些疾病 那麼夜尿才有可能會改善 第三個就是膀胱容量降低 膀胱容量降低 其實也很簡單可以理解 就是說 如果我們早上起來 尿一泡尿500CC 那麼如果你的容量只有250CC的話 那麼你就要起來排兩次尿 如果你的膀胱容量只有150CC 那麼你可能就要起來三次到四次 那自然你夜間排尿時速增多 所以你認為任何會造成你膀胱容量降低的因素 都有可能造成無夜尿 比如說膀胱疏口阻塞 老年男性腸腸健的社務界肥大 膀胱過動症 神經性膀胱 結石 腫瘤這些都會 這種問題呢 就會是泌尿科的問題 由泌尿科來幫你解決 那當然第四個就是睡眠障礙 就是你本身事實上是睡眠障礙 那你躺到那裡也放來附去睡不著 那麼有時候你就誒 這時候旁邊好像有點尿 你就想要去上廁所 就上完廁所呢 你又稍微有點醒了 那你躺了又睡眠又睡不好 睡不好 就覺得好像又想要上廁所 所以也有可能這樣 反覆跟你夜尿產生一些相互的影響 那當然很多人是綜合因素 它不只有一種 這些因素 它可能會有很多種的因素 那我們要知道是 驗尿的一個盛行率隨著年紀增加 當然70歲以上 大概大部分 70%都會有這樣子驗尿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剛剛講 驗尿為什麼跟健康有關係呢 第一個 我們剛剛已經了解到 它對我們健康會造成危害 不論你是失眠 憂鬱 白天工作 甚至是晚上起來跌倒的風險都會 第二個就是 它有些原因可能是代表 你潛在有內科疾病 或者是一些 眩眠心臟 呼吸的疾病 它可能代表是一種疾病 所以我們說 驗尿可以 你把它想成說 你有這個症狀 你可能這個代表 你身體健康一個鬧中在叫 你可能要正視這個問題 驗尿則有很多 我們一般泌尿科醫生來 他會根據你的病史去詢問 然後幫你做一些理學檢查 排尿檢查 他會幫你做排尿日誌 去分析 看看 晚上起來次數多 幾次 尿量多少 白天次數多 這些做綜合評估判斷 評估 認為你是屬於哪一種原因造成的 來針對你的原因去做 各個不同的診斷的處置 治療原因 我們剛剛講 事實上 因為你是不同原因 所以你不可以都用 同一種方式去治療 所以 原上有 就是根據不同的疾病的原因 去做不同的治療 那麼 大部分我們可以做的事情是什麼 第一個 你可以做飲食習慣的調整 或喝水習慣的調整 當然 水分的調控很重要 就是白天多喝 睡前四到六個小時的水分就少 晚上盡量避免這些咖啡飲酒精的攝取 那夜間多尿 如果評估你是夜間多尿 白天尿量少 晚上夜尿多 那麼可以用一些藥物 抗力尿劑把你補起來 或者是用一些利尿劑的部分 那膀胱容量降低呢 我們剛剛講的 原因有很多 那你密尿科醫生就會 根據你膀胱容量降低的原因去做治療 不管是用藥物啦 或是手術啦 治療 你這些膀胱的一些問題 膀胱過動症 膀胱 攝護腺肥大 甚至是腫瘤結石的一個問題 那如果你是其他的 比如說是呼吸中止的問題 你就會轉介其他 耳瘤科醫師 或是睡眠科醫師 或是睡眠科醫師治療 那麼睡眠障礙 我們要身經科醫師配合 然後其他內科疾病 心臟病 腎臟的疾病 就需要其他內科醫生配合 所以嚴格來說 事實上液尿是需要泌尿科 以及其他多科的團隊的醫師 一起合作去評估你的一個診斷治療 所以今天呢 簡單的跟大家分享 就讓大家知道說 事實上液尿它代表 事實上是我們一個 身體健康的一個鬧鐘 那這個鬧鐘 想起來的時候呢 除了把它按掉以外 去治療它以外 還要去瞭解 為什麼 然後背後 可能會有一些潛在的內科疾病 造成你 你這液尿的一個表徵 那麼要去治療它 那麼 目前泌尿科呢 都會有很多 一個很好的一個 藥物 以及整個方法 那麼去治療你的 一個液尿的情形 那這樣子 就可以 改善液尿的情況 讓你恢復你的健康 那我想這部分是 也對大家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課題 那以上是簡單跟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